北京时间8月1日至8月6日 总奖金为42万美元的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 Super 500将在澳大利亚悉尼进行 在日本公开赛上杀鱼而归的国语将士们将继续出战 除了男单项目依旧派出了全主力出战外 混双雅思女双凡尘修战女单男双锦一人组合参赛 男子单打三号种子石宇奇五号种子李诗峰以及陆光祖被分在上半区 其中石宇奇和李诗峰落位四分之二区有望在八强战相遇 石宇奇首轮迎战中国台北选手王子韦 四轮或对阵印度选手普里耶修 李诗峰首轮迎战一名自格赛选手 四轮的对手将从印度选手斯里坎特和日本选手长山干太之间产生 两人能够会十八强 估计还要看与印度选手之间的比赛结果 陆光祖落位四分之一区 首轮相对阵近来状态出色的印度选手拉克什亚 若晋级次轮或挑战头号种子印尼选手金婷 八强战潜在的对手 十八号种子印度选手普兰诺伊 赵俊鹏和温弘扬同时被分在下半区 落位四分之四区 赵俊鹏首轮对阵一名自格赛球员 次轮或挑战五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 八强战或迎战二号种子 日本选手奈良刚攻大 翁红阳首轮就遭遇奈良刚攻大 两位选手从这个小区突围的希望比较渺茫 女子单打国与锦高访捷一人参赛 被分在下半区 落位四分之四区 首轮便是一场迎战 对手试赛会二号种子泰国名将英达农 若晋级 四轮对手将从德国选手谭莲妮 和一名自格赛球员之间产生 八强战潜在的对手 有六号种子泰国选手格通 人平蔡月和穿上沙会奈 男子双打国语男双主力休战 仅派出了陈百扬留意一对年轻组合磨练 陈百扬留意被分在上半区 落位四分之一区 首轮遭遇八号种子 韩国组合江敏赫徐晨载 过关难度比较大 若晋级 次轮的对手将从马来西亚组合 无是非一组丁和德国组合 拉姆斯富斯塞德尔之间产生 八强战或遭遇头号种子 印尼双阿组合 女子双打樊臣休战 三号种子张书贤正与领衔 刘胜书谭宁和李怡静罗徐敏出战 均被分在了上半区 并且同时落位四分之二 仅有一队组合能够晋级半决赛 其中张书贤正与首轮迎战 马来西亚强荡组合陈康勒蒂娜 四轮的对手将从另一对 马来西亚组合许家闻林秋仙 和新加坡组合金宇家黄家营之间产生 李文昧刘璇首轮对阵徐亚清凌晚清 刘胜书谭宁首轮迎战八号种子 泰国组合中空潘拉温达 两场比赛的胜者将在第二轮相遇 混合双打雅思休战 冯燕哲黄东平 蒋正邦魏雅兴和陈兴陈方慧三队组合参赛 冯燕哲黄东平和蒋正邦魏雅兴被分在下半区 又同时落位四分之四区 获惠十八强 二号种子冯燕哲黄东平首轮迎战 陈建明赖佩军 次轮的对手将从另一对马来西亚组合 陈炳顺谢一倩和印尼组合阿德纳马尔瓦之间产生 六号种子蒋正邦魏雅兴首轮迎战 加拿大选手林德曼吴婉玲 次轮的对手将从中国香港组合李静锡 吴芷柔和中国台北组合杨博轩胡林芳之间产生 诚心诚方会将要首先参加资格赛的争夺 对手是菲律宾组合马拉达爱丽莎 甚至将晋级淘汰赛 淘汰赛首轮的对手是头号种子 日本组合杜边勇大东也有杀 锦号头条创作挑战赛锦号 锦号挑战30天在头条写日记锦号 锦号报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锦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